教大家,什么叫做连环销售法? 产品不是单一的,服务不是单一的 产品加服务都已经是两样东西 如果产品再加服务,再加态度,再加营销环境的话 可能同一个客户走进来消费的时候 不是单向只买一样东西 可能它会因为你的布局连环买几样东西 首先我们一定要清楚,当客户走进来的时候 除了为了找你的核心产品之余 而副产品应该如何推广呢? 中途去到买单的时候,有没有一些比较平价的产品 去卖给它呢? 又或者你简单去教一个炒股票的课程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机械人的program可以卖给它呢? 所有的负线产品亦都在我们设计的布局里面 如果你的产品不懂设计布局的话 客户走到埋来就买了你单日产品 这样就很大件事了 在这些布局里面 譬如我们可以在思维上有几样东西可以增长 第一个就是,怎样令到它每一个月入来的次数再多30% 第二样就是,怎样令到它每一次的消费金額再高30% 第三就是,怎样令到你的产品轻微地提高3%呢? 第四,我们是怎样可以吸引2公里或者5公里以外的顾客 都来到我们这里的消费呢? 而第六,我们怎样有关联的产品多样化 令到客户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 会需求其他关联的产品 令到它一起的消费 好好记住以下这几点 它将会令到你的生意一次的接触 但是多次的销售 甚至乎客户成为你的VIP